有些人找我們有困難,但是神的恩典很大 我們都很驚訝神的工作,經常看到神的工作很驚訝,很感激 很感謝天父,我希望大家看到神的恩典 雖然有些人說,覺得好一點,我們就感謝神 神給我一句說,如果你一人好,一百人或一百% 我們都經常看到很驚訝神的作為 而驚訝神的作為,我的心態是甚麼呢? 我就是要祝福更多人,我想幫更多人 但我一個人是有限的,我就想興起更多人 我看到有些人興起,真的可以給神用 但有些人說,這個離開我太遠了,不要緊的,一步步離 但這種心態就是,無論我一個微笑,一個關心 為人討告,一步步都可以被神使用 有時候,越幫人,心越鬆 你會忘記自己的煩惱 我們當中有些人都是有點困難 但越想困難,你就會發覺越難 就好像出不來的 但如果我開始去幫人 你可能會開始幫助 而幫人可以第一步步 當然第一步是我們先幫助自己 幫助自己 首先是親近神,處理生命中的問題 其實不是很困難的 我講說為何不是很困難 但也很困難,因為很多人不習慣這種思維 不困難的原因是神是他的同座會幫助我們 神一定會幫助我們 而且神的教導是最好的 神的教導,例如神的方式就是 愛人,體恤人,善待人,對人好,關心人 這些都是神的教導 當我們走這些路,整個身邊就蒙福 而很多家庭就不是這樣的 很多時候會有些懵疼,怒吵,發脾氣 他就覺得這是自然反應 但這個自然反應 出自罪性帶來很多問題 但當我們開始走神的路 神,我相信你 我是堅持相信神的 我堅持神在我心裡有奇妙計劃 神要大力使用我,而我走神的路 我遵從神的吩咐 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 這一切交給我們 當你那一心 我相信神的路 而處理裡面的負面 所有的負面想法 都可以在聖經有一個正面的答案 譬如你說,我很煩 神說我會幫你的 我會陪伴你的 你將你的煩惱交給我 你親近我 我便會幫你 都可以放手 所有的煩惱都可以放手 有人對我們不好 聖經的答案是甚麼呢 有些人說 幫助我,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麼樣 我不用被他影響 我們要選擇這件事 怎樣選擇呢 這是最多人受的傷害 有些人會傷害我們 很多人就會很不開心 很不開心就受影響 我們要記住一件事 被人影響一定會受傷害 一起說 被人影響一定會受傷害 我們選擇怎樣呢 我選擇 我知道神祝福我 神愛我 人的傷害 如果我不介意 是不用入心的 我選擇這條路 只要你選擇這條路 向這個方向去 就算你不做得完 譬如你被人罵了 然後你說 我可以依靠耶穌 我不用被他影響 依然心不舒服 不過都處理了一點點 這樣也會進步 但有些人說 我沒有這件事 他又沒有處理 就是怎樣呢 繼續 哎呀,真好慘啊 哎呀,我好苦啊 哎呀,沒有人幫我啊 哎呀,真好慘啊 這樣的時候 他就越來越苦 總之重點就是 無論我們有什麼苦 我就出這個苦 用什麼方法 用神的話語 聖經說我們得性的 耶穌會照顧我們 耶穌幫我們 耶穌加力量給我們 有神的同在 我們有智慧的 我們就會知道如何處理 每一個問題不同 多少困難都好 總是有一步 開始走這一步 就有一步 總之一步一步 慢慢問題就會解決 如果大家想到一些問題 你都可以提出來 我們經常聽到的 不外乎是人的問題 有時候夫妻的問題 家人的問題 工作問題 經濟的問題 情緒的問題 失眠 或者有些是在吃精神藥 或者是被人看小 被人傷害 或者不能夠和人相處 都是這些 比較多的情況 但每一個情況都可以有答案 例如你有情緒問題 情緒問題 有一個選擇 任由他 我不開心就不開心 每天都不開心 這是一個多數人的做法 但我們可以刻意 靠耶穌 親近耶穌 例如你剛剛被人罵完 很自然就會不開心 普通正常人 會怎樣呢 不開心了 半個小時 哎呀 這麼久 不要不開心 算了 走開玩笑 做什麼都好 睡覺都好 都會做些小事 去停止憂傷 不過呢 當一個人受了壓力 很久 很多次之後 開始 會失去這種能力 小孩子有時候可以的 越大就越難 越受傷 越多就越難 越不懂得用這個神 給人自然的方法 人的自然方法是什麼呢 你被人打就走 在這裡被人追就走 有困難就離開 這是一個很自然的逃跑 人又不懂得逃跑的感覺 他懂得逃跑的人 但不懂得逃跑的感覺 於是感覺就有了他在這裡 我們就要學習 我要逃跑這個感覺 你只要向自己方向去 神愛我的 神祝福我的 神幫我的 神一定為我開路 我不用那麼介意的 因為人很難處理 我不介意 很難處理 我不強 很難處理 即是很難不強 即是很難不強 即是很難會強 不強 肯是不強 肯是不服氣 因為人看到 我們會避免那個人 但不避免他的影響 我們知道我們被人影響 我們知道我們被情侶影響 我就決意不避免那個人影響 我就選擇 我是無福的 這些就是聖經觀念 我是無福的 我是寶貴 我是重要的 我可以被提升 我可以被醫治 我可以被安慰 我可以放膽 向前走 這些就是正面的思維 當我們天天在這種正面思維 有1%改善 你就恭喜自己 而且應該不止1% 如果你來一次 應該不止1% 你的人會鬆很多 平安很多 那你就 哇 那就是神 我進步了很多 我繼續下去就越來越好 成性追擊 為什麼成性追擊 哇 今天好這麼多 那我繼續好一點好一點 那我就好了 成性追擊 但很多人就不是 得勝 回家 唉 又見對回那些問題 又回原狀 又打回原狀 就是他不懂得知道 那個敵人 那人不是我的敵人 是他的行為 和他影響我的情緒 才是我的敵人 他影響我的情緒 影響我的思維 影響我的行動 這才是我的敵人 那我呢 知道這個敵人 我就要避這個敵人 我就不是避那個人 我是祝福他 但是呢 那個人說了話 我就要say no 就是那樣的說話 不是跟他說 no 是我心裡面say no 他說什麼 我不用介意 那呢 天天處理生命 那我自己來說 我是天天都 天天都起床 感謝耶穌 感謝耶穌 阿里路亞 有些什麼做錯 我就要認錯 有些什麼要改 我就要改 如果有人 有些不好的事 我就盡力去幫 但幫不了 我就放手 我會盡力幫 但我不會背著淡子 我一背著 又會很大壓力 我發覺我心急 又是會有壓力 我都不頂得信心急 我要放手 我不可以心急 是神的工作 我不能夠心急 過神的 總之我那天做到什麼 我希望這些原則會幫到大家 我可以越來越輕盛 我可以輕鬆些 我今天可以喜樂 經常都告訴自己 這樣你就會改變 我可以衝破 我可以衝破 讚美神 我可以衝破 感謝神 我可以衝破 有喜樂 我可以衝破 表達自己 可以衝破 分享神給我的恩典 工作 這樣的人就會釋放 一步釋放 我希望大家看到 嘩 我們經歷過困難 又慢慢好 這個世界很多人很慘 我們現在有個情況 就是我們昨天禮拜日 和今天禮拜日 都是太多人來接受服侍 服侍的人不夠多 我不是叫那些被服侍的人 你不要再來 不是 我是叫你繼續來 你繼續來 我們很樂意服侍你 我真的很開心服侍你 不過我們做不及 做不及怎樣 我就想那些人開始了 聽 即是開始了 都釋放到 就跟我們一起 看看我們怎樣幫人 看到怎樣幫人 待會我們訊息的時候 都會講到和操練 怎樣幫人 我們就開始去幫人 當我們 開頭是旁觀 開頭覺得 咦 做得到 做得到 你就會更加容易放下問題 更加有信心 你就更快醫好 因為這個世界 真的要收的莊架多 但作供的人少 要復興的人多 那我今天就在網上 我就感謝Janny 她就介紹了很多她的Facebook 那些朋友給我 讓我們可以影響 你們中間都可以的 有些人都可以影響 還有這位姐妹 她都說 在Facebook 就like like我 那些東西 你的朋友都會知道 就是她會看到 看到 有些人就會說 看這個是誰 她就把很多Facebook 給我 然後有一個人 原來是我黃忍的同學 不過她比我更厚 她問我 她七五年入黃忍 她問我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overlap的時間 不知道會不會碰到我 我說 先過你已經出校了 已經畢業了 不過原來她是牧師 我們有很多溝通 她很有關心 她有關心 那些人更加悔改 跟從神 我說這件事非常好 我看到她所做的事 我感謝神 和她溝通了一段時間 我很想興起更多人 都是這樣 很想祝福這個世代 不要只停留在我們的領域 如果我們停留在領域 永遠都有解決不完的問題 永遠都有問題 要解決不完的問題 很多煩惱 你每天都有些問題要處理 但當你一開始踏出 你一開始 咦?不是那麼難的 其中一個我們的姊妹 在後面 剛剛今年受洗 信了主很短時間 但是呢 她現在開始 今天她會分享信息 她又寫信息 有錄音給我 真的很勤力 我真的覺得很欣賞 很欣賞 旁邊跟她拍下手掌 欣賞你 欣賞你 好欣賞你 她們兩姐妹開始為人祈禱 剛剛昨天經歷聖靈 今天為人祈禱 因為我看到她們都是成熟 她們都是成熟的 所以我覺得她開始可以祝福人 是開心的 她們經歷又開心 幫人又開心 那時候呢 我們開始就說 其實我的煩惱都不及有些人 都不是慘得很緊要的 那時候呢 我們就不會被那些人壓住 當我們幫人 反而更加輕盛 我們今天一會兒會說的信息 說到如何輔導人 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們今天呢 主要是一個實際去說 就是我會說到一些要點 但是呢 會實際去操練 實際去練習 這樣讓大家看到 不是那麼難的 是大家可以學到的 不是說難到不得了的 那希望大家有這個心 大家想想給神勇啊 想 你發現我經常都激勵你 我現在還在秘醫治階段 不要緊 你的心有這個心就可以了 有些人一連班 已經想著我將來做飛機師 小朋友 你有這個心 他又會 我將來讀書要勤力一點 我不知道做不到飛機師 或者做不到飛機師 做了別的事情 都好 因為他的心有目的 有些人是沒有目的的 所以他去不了 但是你的目的不是經常有壓力 不是說我做不到很慘 而是神幫我 我總可以向我方向去 所以我希望大家有這個信心 我可以提升 提升再提升 其實我們有些人幫人 自己本身都有困難 但是都幫了 例如這位節目 你不介意他說 他身體沒有病 但是他也是堅持來幫人 這樣更加開心 感謝耶穌 神的恩典 真是救我們用的 感謝耶穌 你愈給神用就愈好 有誰想 你說將來我可以幫到人 我願意 給手 哇 感謝神 我真的感謝耶穌 你舉定的手 舉定的手 我還沒看得及 那耶穌 全數 謝謝耶穌 謝謝耶穌 求主祝福我們 有這個心 神一定歡喜 只要你的心不是驕傲 我就說我想幫人 這個世代多不多人煩惱 是超級多 這個是魔鬼的作為 其實魔鬼做了什麼 很多東西 其中手機也有份 但我不是說手機不好 而是人們沉默在手機 他的世界變得狹窄 他和人的交往減少 變得只在手機裡面 也因為手機有很多人 和他的家人有衝突 都是會造成問題的 遊戲機 這個世代有很多因素 有些人說食物、防滑劑、激素 在食物裡面影響人的心理狀況 真的有很多人 其實那個數目可能遠超過他們的統計 有多少人有情緒的問題 其實我們撞開 每個人都好像說 有誰有情緒問題 大家都可以想想 在你中間有多少人沒有情緒問題 在你中間有些人 有多少人沒有 有多少人沒有發瘋症 沒有什麼平安、輕省、開心心的呢 你這樣想想 你想想有多少人 那些人不是去到精神病 不過是有情緒問題 你想想 他一邊情緒 又是不開心 一天不開心 第二天不開心 是越整越差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 去幫助更多人 得釋放、得醫治的心 更加祝福人 神就很歡喜了 因為要收的莊家多 作工人少 還有神說 我去參演誰 誰肯為我們去 神很想找多些人 好 神會 神會 神會